到了曼谷了 真的是很久没有开这种上上下下的这种高价了 然后 这里是一个收费站 也巧了 每次都是free 每次我们来曼谷好像都是什么节日 说明泰国的节日也是在太多了 一到节假日这种高价什么就免费了 真的好像每次来都是免费的 驰骋在曼谷的高价上 就让我感觉我现在开在杭州的中和高价 久违的感觉啊 哦 今天住曼谷的这个 希尔顿 希尔顿千禧年啊 哦 酒店真的是好多人啊 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因为是钻石会员 所以的话就给我们升了个级 升到行政房了 27楼啊 比较高 然后可以看到整个的梅南河 不错 哎呦 好了 明天按一下27楼 刷一下卡 这个钻石卡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钻石卡是因为 18年的时候老去美国玩啊 在美国希尔顿就不是一个傻的 因为希尔顿有很多档次的嘛 所以我们就去住那种类似于 国内的什么儒家一样的希尔顿 啊 每天住每天住住着住着 他住了30次就升级了啊 升到了钻石卡就这么来了 然后那那时候是搞活动 然后就可以保几保保几年 保保两年还是保三年 所以我现在还是有这张钻石卡 哎 到了 到了泰国以后21左手 2721左手 到了泰国以后 曼谷其实我来的很少 其他城市呢 希尔顿比较少 所以的话也没怎么住 也不出门旅行了 哎 就这 刷一下吧 你看这样的话门算是打扫过封住的 没人能进 只要一推开了以后别人就进不来了 啊 行政楼层 江景房 看看 还有一个小沙发呢 哇 这儿直接就能看到整个的梅南河呀 真不错啊 哎 这下面还有个公园还有个船呢 旁边好像就是这个叫什么商场啊 鲜罗广场是吧 鲜罗广场我们走走过圈来 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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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啊 大城市 大城市的酒店 啊 有个浴缸 按摩浴缸还是个 啊 这边是单吃的 配备也不咋地嘛 是吧 啊 然后这边有一个 淋浴房 还有一个洗手间 入住了牛牛就说要去看看31楼的那个行政酒廊 这个地方应该是非常多的电视剧里都拍到过 啊 能够看到整个的曼谷的天际线啊 据说 看一下 这咋出去啊 啊 出去 从这边出去 如果你要吃东西的话就反面 啊 这里有个天台啊 可以上去看一看 我们要去看看 曼谷的天际线究竟是怎么样的 啊 这边就是整个的湄公河 其实跟我们房间里看出来也没啥差别嘛 是吧 我们房间虽然是气候呀 对啊 差了没多少 哎 那边还有一个 旋转的一个房间 我们过去看看 这里有一个平台啊 我们到平台上来看看 哦 这里还能停直升机呢 我那个去啊 直升机在哪呢 哎呦 我好像听到直升机的声音了 你有没有听到 难道是船吗 肯定是船呀 哦 是船啊 那在清迈听到这种声音就是 就是直升机 而在曼谷看到确实那艘大船 那个扁船 那艘扁船 对啊 哎真的是能看到曼谷的天际线啊 西洋哎 不错 刚刚看了天空吧啊 然后可以到这边行政九郎里来看一下 哎 钻石卡就是这点好 到这儿吃喝都不花钱了 雷嘎 呃 五点到七点 是 相当于是 晚上的一些 晚上的一些小点 行吧 行我们去坐这吧 行政九郎的餐饮啊什么都是免费了 从早餐开始呃 行政楼层的话都可以到三水一楼上来免费吃早餐 免费下午茶啊 然后免费晚上的小点心 坐在 这个地方啊 他还可以坐室外 看着曼谷的江景 是啊 这个就是梅南河 应该叫河景 吃着小点心 钻石会员没有其他的什么优势 就是一个是房型的升级 还有一个就是 行政九郎的一个免费使用 基本上就是这一点吧 别的还有啥 好像也没有啥别的优势了 但是这样的话呢 就会比较划算 划算是划算在哪里 就是每次在网站上订房啊 就订那个乞丐房就行了 就是就最便宜的 你甚至都不用喊早餐 哦对还喊早餐 就是你就不用喊早餐 那他的价格相对来说就会很便宜 但是你去入住的时候 他就会给你升级 最高是升到什么 最高是升到行政的单卧室套房 然后你如果钻石卡的话 他只要这个房型在 他就会给你 当然你说如果酒店里都满了 那你说没有这样的房型呢 那当然也就没有了 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出门旅游的话 你如果说认准某几个酒店啊 你去住 那你能够拿到一些积分 你拿到一些别的其他的一些优惠 你把本机升上去以后 确实能得到很多的优惠 包括有很多去坐飞机的也是啊 就原来我们在做医疗设备的时候 北京几个工程师就是这样 他们就办了某个航空公司的卡 因为他们是需要全国飞的嘛 不是像我们就在浙江省内跑 他们全国飞的话 就动不动就里程就积满了 等到自己度假的时候 用这个积分就可以去换头等舱 很划算 这是什么 这是我这里拿一个点心 你试试看什么味道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下面是花鲜吗 还是蘑菇呀 不要吃花鲜的蘑菇 你尝尝尝尝 蘑菇 奶浪蘑菇 奶浪蘑菇啊 好吃吗 咬都咬不动那个东西 你也不知道怎么那么硬啊 很好吃 很好吃 天黑下来了 我看到下面有一个游船啊 这个应该就是夜游梅南河吧 应该原来来曼谷玩的好多人 应该都做过这个啊 商场里也是 人满为患 不停的有车子在往里开 刚刚才分开了一天 陈老师又按捺不住的来找我了 我看到他了 一个人落寞的坐在角落里 哈哈哈 你开车过来吧 车停在哪里啊 旧门口啊 你停到地下去了 行我们吃饭去啊 等一下 好好好 好好好 我们到旁边的这个商场来看看 然后说是这有一个 室内的水上市场 好像看上去确实还挺厉害的啊 白天在那个真的水上市场 现在来这个室内的水上市场 曼谷人是真的多呀 啊 跟我们青麦完全不一样 我们 青麦出门就看到牛啊狗啊 是吧 这个地方那么多人 我们乡下来的不习惯啊 哇 这玩意儿 我们乡下没有的呀 哇 我们只有真的瀑布 是吧 他这瀑布还带灯光呢 哦 特别厉害 吃饭去吃饭去 乡下人也喝也会饿的呀 所有的餐厅都要排队 我了个天啊 这生意啊 一家中式餐厅叫红包 不错 我看看又是点心啊什么的 可以烤鸭 真贵啊 进来看了一下 这个真的是 看着这些菜我就感觉我一个一个红包在发出去 这么一龙东西啊 在青麦卖25猪 我前两天拍的是吧 那个特别贵的那个也就卖50多猪 他要卖120 我了个去啊 真的是贵啊 再看看这个菜啊 真的是贵的离谱 像这个烤鸭在我们青麦 卖850 这里要卖到1300 烤鸭上来了啊 这个鸭的片皮还可以 但是这个面 这是个啥 这是个囊啊 这是个 那啥吗 真的是 还卖那么贵 吃完饭都已经 9点多快10点了 还这么多人 这个都是一些日本风格的这个商场的地下啊 从这出去吧 从这出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